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3月25号,星期一,农历的2月1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二,奥克兰将会是多云天气,气温是在18到25度之间 首都惠灵顿明天是小雨,大风的天气 从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4点都会有震雨 惠灵顿明天的最大风力是每小时37公里 风向是西北风,最高温度是21度 汉密尔顿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26度 陶朗加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4度 基督城明天多云有震雨,最高温26度 黄厚镇明天是中到大雨的天气,气温在11到22度之间 最大雨量是每小时11.5毫米,达到了大雨的规模 预计出现在明天下午的2点前后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新西兰隐私问题专员John Edwards今天表示 社交媒体Facebook在基督城恐袭案后 一直保持沉默,这对新西兰人严重伤害 根据了解,因为对Facebook不作为表示不满 不少新西兰企业已经从Facebook上撤下了广告 在一方写给Facebook的邮件当中 John Edwards这样写道 他说,枪手通过Facebook直播杀人 给新西兰民众带来极其严重的伤害 然而,让我们更加愤怒和难受的是 Facebook事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他说,你们的沉默是对我们的严重伤害 上周五,AdWords通过Twitter表示 Facebook拒绝向他回复沟通的相关要求 而就在同一天,英文先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恐袭案发生后,新西兰本土的仇恨言论 在Facebook上仍然可以看到 最近发表的一幅图片因为观点太极端 媒体甚至不愿意引用 这篇文章引起了AdWords的共鸣 他在Twitter上表示 3月8号他还和Facebook新加坡和华盛顿的工作人员 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网络隐私问题 从3月15号,也就是恐怖袭击案发生的当天 一直到今天,Facebook都没有和他进行过任何的沟通 John Edwards指出,恐袭案发生后 他曾经是和Facebook尝试建立联系 希望对方能将分享杀人视频的用户信息 交给新西兰的警方 他说,分享杀人视频是对被害者隐私的严重侵犯 也违反了有害信息法的传播 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是面临14年的监禁 对AdWords的请求,Facebook是完全没有回应 Facebook全球战略副总裁Monica Becker的女士 是在一个采访中暗示Facebook不会配合调查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从下周起,新西兰雇佣关系法的一系列重大修订 将会正式生效,专家提醒雇主们应该做好准备 根据去年通过的几项重大立法修订 从4月1号后陆续生效的修法内容就包括 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将会上调1.2纽币 达到每小时17.7纽币 而且雇主必须确保午餐和茶歇的时间 另外,20人以上的大企业不能再使用90天试用期的制度 同时也要确保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得到更多的假期 还有,工会谈判集体合同的权力将会被加强 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就表示 雇主将会面临用人成本上升的情况 其中尤其中小企业更加明显 这位专家就表示 对于最低工资的上涨 小企业可能不得不裁员来应对 而最低工资的上涨可能带来多米诺效应 那些原本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的员工 会希望自己的收入也是因此上涨 要不然他们就认为是变相的减薪了 本届政府执政了以后 是将最低工资上调到了每小时15.75纽币 并且是计划在2021年4月的时候 上调到每小时20纽币 这也是工党和优先党联合执政协议的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去年4月1号的时候 最低工资是上调到了每小时16.5纽币 今年马上就要上涨到17.7纽币 而明年的目标是上涨到每小时18.9纽币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 刚刚过去的周末 英国伦敦市中心是聚集了数十万人 要求举行二次脱欧公投 他们手拿着标语牌 写着最好的协议就是不脱欧 和我们要求人民投票等等 组织者就表示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反对脱欧的活动 目前一份取消脱欧的网络请愿 是已经吸引了400万英国人的签名 目前可能是已经上升到了500万人 发起人就表示 这个请愿书是在2月底开始的 注册率已经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那么报道就表示 自从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上周三呼吁民众和议员支持他的脱欧协议之后 网络请愿的注册人数暴涨 造成网络的多次瘫痪 即使欧盟同意英国脱欧延期 那么签名的人数仍然是在保持上涨的趋势 好 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典播报 我是裴寒 再会